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必须要有行销素材 像是文案或者是相关的图像 首先我们先来看生成式AI的生成文本功能 可以来协助我们设计行销文案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要先学会怎么跟AI来进行沟通 今天上课中会使用到的软体有 沟通是利用基于有限的讯息 进行文本的阔卸 所以我们必须要交代背景 让AI知道我们想要的内容是什么 并且说明需求 讲清楚我的任务是什么 最后我们可以给它补充或者是排除 那如何来使用AI帮我们生成行销的文案呢 首先我们先开启浏览器 进入到ChatGPT或者是其他的文本生成软体 网址如画面上所示 进到ChatGPT之后呢 可以不用登录账号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对话记录留下来 建议您可以使用自己的email登录账号 下面的位置呢就是题词区 在这个题词区呢 您可以输入你想要询问的问题 当我们要撰写一个行销文案的时候 用在FB社群推广商品用 所以这边你要跟他讲你的目的 这一个文案是放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的商品会是什么呢 商品的名称叫做 无肤质巧克力戚风蛋糕 特色是对肤质过敏的人可以使用 使用的不是面粉 而是其他的粉类 像是杏仁粉啦 米粉 树鼠粉等等 这些烘焙呢 有些比较容易吸水 所以呢蛋糕的成品口感 可能会较为湿润 就以上的内容 请以FB贴文格式来撰写贴文 主要呢要介绍 无肤质的巧克力戚风蛋糕的特色 以及优点 那我想要跟他说 我的需求是什么嘛 所以呢我的特卖期间 为期一周 然后呢请大家用FB私讯的方式来进行订购 关键的一个材质呢 关键的内容是 肤质过敏可食用 无肤质蛋糕 戚风蛋糕这样的一个题词 所以呢 这边我把它改成关键字 好 你把一些资料key完了之后呢 您就可以送出 当您送出后 你等他一下下 他会针对你的要求 去提供你的文案 那这些文案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 放到我的FB的贴文上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简单的文案 这个方式是很方便的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呈现我想要的文案内容 有了文案内容后呢 在后续的行销制作中 就可以参考文案的内容来进行变化 除了文案之外 图像也可以使用深图的方式来产生 在这里并不是要生成产品的照片 而是要生成与行销推广时 有相关的示意图 或者是情境图 可以帮忙达到更贴切的行销痛点 开启浏览器后呢 使用Image Creator网站 那目前呢 网址的部分呢 您只要搜寻打Image Creator 可以找得到 进来之后呢 您会到这一个网站的位置 那可以登录您自己的账号 上面这一排 就是可以我们下题词的地方 下完题词后按下建立 就可以去产生新的图像进来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伸出适合的图像 找到您喜欢的图像之后呢 按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一张照片 那下载的方式的话 是在右侧的下载按键 就可以把这张图片抓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题词 找到适合的图像 想要制作一些跟插绘类型有关的话 那会建议您可以用Requive这个工具 一样的它是网页工具 所以呢 我们只要登录到它的网站 使用您的Google账号 或是任何的email 就可以直接借接登录 进到专案里头后 左边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生成的类别 您可以生成插图跟一般的照片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插图的选项 上面呢可以让您去改变它的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偏向于插画类的 当我点选这个样式模板之后 空白处点一下 这个地方则是输入您的题词内容 输入完后下面是尺寸 你可以改变你的图像的尺寸 生成完毕后呢 您可以选择下面有两张图像 看你喜欢哪一张 输出完成后呢 到右上角的IS PRO 这里呢 的输出方式呢 我们可以选择PNG PNG的图像它是去背图 所以它的解析度也会比较高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这张图像下载下来 除了上述所介绍的生成式AI的方式 来取得图片之外呢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合法授权的图库 像老师现在所介绍的这个网站呢 它叫做Pixel 它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照片 可以下载使用 而且呢 这些照片它的授权 通通都是合法授权 那但是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禁止的事项 好那使用方式呢 怎么使用呢 我们先回到Pixel的位置后 上面可以搜寻你想要的关键字 例如说 我打餐点 搜寻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出很多跟餐点有相关的图片 那这些图片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情境 示意图来使用 好 例如说 我喜欢这张照片 我就点进去 点进来后呢 在下载的时候 可以不用注册登录 那当然如果你要注册也是OK的 并且在右上角 这里会有一个免费下载 免费下载呢 您可以选择 箭头后 这里有很多的尺寸 那一般呢 我们在做行销图卡 最适合的尺寸是 使用1920的宽度 其实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只要按下下载所选的尺寸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张图片抓下来咯 透过AI工具 生成行销文案或是图片素材 相较于以往 我们要自己写 或者是自己画图 可以减省更多的时间 而且有的生图工具呢 所生出来的图片 都可以用在新媒体平台行销宣传 那后续如果我们要生成一些图像的时候 以及行销文案时就有一个武器可以用咯